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爱情保卫战 在这里要感谢杰利亚对于本节目的独家冠名播出 感谢海伦凯的眼镜以及海豚眼镜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要告诉大家的是进入8月以后呢 爱情保卫战从过去的每周六晚间播出 改为了每周四和周六晚间的一周双播出 再一次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 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三位老师 他们分别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 图磊图老师 欢迎图老师 著名作家陆奇路老师 欢迎陆老师 来自世纪家园网的高级副总裁 曲伟曲老师 欢迎三位老师 今天我们请到的明星夫妇是 马亚书和罗伯特夫妇 欢迎他们 欢迎你们 好了 今天的第一对情侣 在他们的爱情道路上 面临着怎样的困惑呢 一起来看一个小片 我们是在一个朋友区位上认识的 当时我就觉得我们就当了很多朋友就可以了 接触时间长了 让我有了冲动向他表白 他对我越来越好越来越关心 我发现我也越来越喜欢上他了 我觉得我们应该试试在一起 彼此在一起也蛮幸福的 但是之前在前两个月 他突然先跑过来试问我 不知对身边的朋友说了他一些坏话 说我以前在新西兰留学四年 是多么一个烂情的人 是多么一个生活不检点的人 在背后诽谤了我很多不屑实际的事情 我不知道他这么说的原因是什么 突然让我感觉他是一个特别两外派的人 让我突然之间就不知道怎么应该对待他了 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他 那个永恒的夜晚 十七岁中心 在恋爱当中 一方觉得另一方戴着面具 接下来我们请上这对情侣 来 掌声有请 男女文童小曹二十八岁来自天津 是一位工程间 女文童小曹二十四岁来自辽宁 是电子设计师 来 有请有请两位 韩乐有几年了 两年多了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是在一个朋友的聚会上 他给人第一感觉 就是特别有男子气概的一个男孩 而且他表现出来了 也是特别绅士的一个人 所以我也是主动地管他要了电话 话而言之是你追他了 是 追了多久追到了 将近一年吧 接触下来怎么样呢 他做了很多感动我事情 让我挺感动的 举个例子说说 像我上班比较忙 而且我是一个生活不太规律的人 他是一个特别细心的人 给我去买一些早餐 然后送到我单位 就让我觉得很过心 那不就行了吗 考察了这么长时间了 是 最后两人是在一起了 那现在什么矛盾呢 不是没矛盾吗 是因为我前一阵跟我俩共同朋友吃饭 可能喝的酒稍微多一点 可能聊的酒比较开一点 然后朋友跟我说 我们刚认识的时候 那阵等于是还没有正式确立观的时候 他在背后说很多坏话 说我是一个生活上多么不检点的人 这事让我知道之后我就很气愤 我现在就是挺难过的 他会相信朋友说的那些话 你到底有没有在朋友圈里这么说过 我没说过 你有没有跟别人说 他身边有很多女孩子 这个话说过 是因为他平时身边 其实感觉喜欢他的女孩子挺多的 对他好的女孩子也挺多的 而且他这人不会过女孩子的面子 女同事生病了 可能给他打个电话 他就会帮人家去买药 如果他只是说我身边朋友 疫情朋友多 这无所谓 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什么烂情 我爱搞一夜情 这我就不能接受了 没说过 真没说过 没说过 大家都这么说 当然也是说 你是不是以前这样这样这样一个人 你现在是不是可能是跟听在一块 你不是你哈哈一乐 你跟大家说我以前不是不就完了吗 我跟朋友可以 但是我现在要问清楚 他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要这么说我 他都没说 他干嘛还出于什么目的 你的解读是什么呢 我总觉得他不是单纯的想跟我在一起 好像是他有为什么目的 什么叫为什么目的 什么意思 主要是有一个事情让我感觉它是有一定的目的性 前一阵我姐姐在国外给我发过一个工作邀请 希望我去那边发展 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时机不是太成熟 我想把这些事情往后拖一拖 以后再说 毕竟我还是比较年轻 还有时间 但他知道之后他就特别不高兴 他跟我发脾气 两个多礼拜就不理我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现在通过这事 我猜测是不是因为想跟我出国 想移民 我在乎的是你的人 你怎么可以说我只是为了目的性地跟你在一起 我并不是说你出国了 我就跟你在一起 你不出国了我就离开你 这些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跟你在一起 每天的点点滴滴 有跟你的幸福时光 说是有一个朋友来是吧 又说朋友是共同的 我也不知道这个朋友是给他们俩谁作证的 我们有请他们的朋友 来有请 怎么了您今天来是要干嘛的 我和婷婷是我们是一起认识曹阳的 认识了以后呢 婷婷就跟我们说曹阳以前在新西兰的时候 曾经啊一夜情啊花心啊劈腿啊 这是经常的事 我们就相信了他 然后我觉得 我们说不出这些话跟你有什么关系 现在是我跟曹阳之间的问题 你今天走到这来说这些话 而且你现在就是站在曹阳那边 帮曹阳说话 我们也是这么长时间了 我拿你当我好朋友 现在反过来 你就要说这些话来机会我 今天是这样的 其实这些事跟我们本来没有什么关系的 但是呢 你不应该就是说 利用我们对你的信而去 去达到某种目的 我觉得 我要达到什么目的 就是你要和曹阳在一起 因为我们刚认识曹阳的时候 我喜欢这个人 我才想跟这个人在一起的 大家对曹阳的印象都很好 那现在你说这些话的目的 难道你是有什么目的 才站在这儿来吗 我没有任何的目的 我只是说事实 当时的事实 就是说吃饭的时候 一帮女孩子都喜欢上一个男孩 我肯定有女孩子喜欢他 但是因为 因为那个婷婷说了这些之后 大家就是不想跟他有更深的那些交往 我特想知道 为什么今天你还能站出来说这些话呢 你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没有 你不希望他们俩好吗 我在这儿不是说希望谁好 不是说希望谁不好 也不想去干扰他们的关系 我只是说把这个当时那个事实说出来 然后要怎么去做是他们自己的决定 我不想就是让曹阳背着说 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然后大家就一直认为他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并不因为他一段话 你们就真的 你们也太天真了吧 因为我们是认识庭院很早 我们是大学 刚开始上大学就认识 为什么认识这么早的人 你们跟他按你们的逻辑推 我帮你推一遍啊 我们都对他有好感 因为我们这个大学同学说的一段话 所以我们跟这个男人疏远了 但是突然我们在两个月前的一次聚会上面 我们又发现了说 这个男人不是这样的 现在我们四年的同学 大学同学 这么多年的朋友 都不要了 要为这个男人说话 你们的目的不在呢 我就想不明白这个吗 就只有一句话 他们的目的羡慕嫉妒恨 我觉得事实不是这样 事实是 因为 你们希望他们俩好吗 我们是希望所有的人都好 那为什么还搞这些 我不希望有些人就是说 因为一些误会 而让我们觉得就是说 我们认为的这个人 实际上并不是他真正的本事 你是怎么判断出来 他没有搞过一夜情的呢 对啊 我就特别奇怪这个问题啊 因为这是事实 因为这是事实 他只是把这事告诉我了 然后让我觉得 所以我就 你也是傻 他们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告诉你这个事实呢 我只是觉得他告诉我这些事情是真的 因为我没有做过这些事情 所以我才觉得 我今天应该把这些事问清楚 还有事儿呢 还有事儿呢 我不是说故意要提出来 就是我想再说一下 就是因为婷婷她是一个就是很知道规划自己未来的人嘛 然后她曾经就是在大学期他很努力地学脱服啊 学GIE啊 但是你和那个Jason 那是你跟那个谁说的吗 认识外国朋友很正常呀 并不代表什么呀 但是你又跟我们说 说她人品多好多花心 但是你又和她走那么近 这两个人为什么要成为男女朋友 难道你不会让别人有一种误解吗 或者是有一种感觉 就是你就是为了将来以后能出国 或者能流血而跟她在一起的吗 现在出国对于每个人来说 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吗 为什么你们就会轻易地把跟外国朋友接触 那外国有人也同样是朋友呀 也不应该就男人是中国人 我主要不是说想去让你们俩之间尝误会 我只是想把当时 那你知不知道你说的这些话 会导致另外一个人的心想改变 去误会我们两个 去误会 因为这是我是让你们去选择的 我想问一下 不止一个人知道 就哪怕你的只是一个怀疑 现在都会导致我们两个 之间有矛盾的激发点 你不明白吗 如果你们两个真的是 彼此都非常坦诚的话 不会有人去能够造成这种问题 是是是是 谢谢您啊 朋友啊 嗨 女生之间就这点事是吧 好吗关系 我一直拿她当好朋友 就因为这点事就要跟人分手是吧 我只是想把这事情搞清楚 我也想冷静冷静 我没有说要分手 哎呀没什么 就是是吧 我替她说还不行吗 就假设这件事是真的 我到现在为止我也弄不清楚 是真还是假了 因为她这朋友完全都是伪逻辑 如果你让她逻辑顺的话 她只有只有一个是顺的 就是她试图拆散你 有没有朋友怎么会干这种事呢 这么吃香啊 就只是朋友 那为什么她的这些女朋友 就都都能够在这么关键的时刻 反了她的水跟你成朋友呢 真不知道 想想嘛为什么 这两年多来有没有交往啊 有没有很关心的送过这些朋友回家呀 有没有给这些朋友在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也买过药啊兄弟 我觉得对朋友好很正常 那就说你都做过咯 那小女生容易产生误会咯 因为这是我们俩的朋友 她也认识了 我觉得这没什么呀 你听听专家的意见 我只是觉得你较劲 来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我的老公说 其实不管他说什么 说了或是没说 在这个时候 你作为她的男朋友 你都在 你都得站在她这一边 去相信她 而不是相信 刚才站上来的那些女孩 第二点 你现在这种状态 你现在已经破坏了 像这样的情况 你们就是把朋友都没得做了 其实我觉得 我所有看到 我就是一个气氛 我气氛你 我气氛那个穿粉衣服的那女孩 我都不敢称她是你 你的朋友或是你们的朋友 这算哪门子的朋友啊 她有她的想法 她才会跟你说这样的事 你有你的想法 你才会觉得她说的这个事 你相信她 而不相信你的女朋友 不管她说什么 今天她是你的女人 她是你的女朋友 你就应该站在她面前 如果今天这两个女孩打起来了 你拉哪个 还是你护哪个 你是不是应该先护你的女人 然后回去咱们慢慢聊 而不是你把朋友拉出来 而且你相信那个女孩 说实在话 我不相信那个女孩 我不能理解这个女孩 她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 如果作为你的朋友 你交朋友失败了 如果作为你 你相信这么一个女孩 那你别有用心 我就这么说 我非常不理解那女孩 我想把那女孩拉上来 我质问她 朋友是这么做的吗 我真的 我觉得 而且你为了这么一点小事 为了这么一句话 你去质疑她的整个人 我觉得你太不大气了 你太不男人了 男人一笑了之 对 也许我女朋友 就是爱说点这个 无所谓 过去了 算了 你较劲 这就是你在乎的吗 这就是你在乎你女朋友 说你这一句 然后你勾结她的女朋友 来对付她吗 气死了 怎么这么愤怒 气死我了 真的 我要是你 拜拜吧 都再见 肯定被女友这么害过 是吧 我跟你说 我交过很多烂朋友 真的是 我是一路 我成长过来 到现在为止 我所有留在我身边的 都是我的好朋友 我今天 我刚才在 我看到那女孩站在那 我自问一下 我的朋友 如果我今天说这样的话 我朋友会不会站在这说 我觉得不可能 我自问 她会不会相信 她会不会站在我这边 我觉得她会站在我这边 女人要的是什么 是男人的安全感 你们这样吵架 好像小同学在吵架一样 我先跟女孩说说啊 用一句歌词来形容 就是你的柔情 她永远不懂 她在于你来说 好像是一个奢华品 你自己hold不住 你控制不住 你也导致了缺乏安全感 然后你采取了一些 恶性的市场竞争行为 给她造谣 降低这件奢华品的价值 然后以达到自己独自占有的目的 但这些都是出于你对她的喜爱 我也是因为这样 我才觉得她这种目的不纯 这种欺骗呢 不畅的 但是你既然做了 就要勇于承担 就要承认 否则她真的 你再说什么 她都不信任你了 缺乏了信任 这是很危险的 恋人之间 好吗 好 真的是芝麻大点 被你搞得那么复杂 但我理解你 我们见过很多功课男 特别认真 一点小事就要把他给正确 错误给揪出来 你是对的 为什么 因为你是一个监理 对吧 你是造房子的 我非常欣赏你这样的性格 所以我决定把这些事情 掰碎了 给你讲清楚 你怀疑的是三件事情 第一个是什么呢 她有没有说谎 第二个是什么呢 这个女孩的人品有没有问题 第三个 她跟你在一起 究竟是不是为了出国 这个目的 就是这三件事情 对不对 把这三件事情 跟你说清楚了 你就过去了 第一个 她人品有没有问题 我跟你说 女孩之间呢 她是这样 就女孩是很敏感 一个好男生 出现在一群女孩的时候 最喜欢你的那个 往往会说 不行 真不行 这个那个马老师 肯定特别清楚 对吧 这个是女孩一个先天性的一个东西 对 她就是保护自己 万一得不到 对 就是酸葡萄丫 她不好的 不过她那个 以前可能 她可能说的有点过 我们应该批评她 但你要知道 她不是一个人的品性的问题 而是女孩之间的小负增 这是一个 第二个 她究竟有没有说谎 说了 肯定是说了 没有问题 就从她刚才那个朋友的表现来看 说了这种谎 都还有这种表现 要不说谎 非把你抢走不可 最后我来跟你说 出国的事 刚才女孩就跟你说了 出国是个事 不是个事 现在优秀的女孩 她不是会把自己嫁出去 而像马老师这样 让外国人来定居 马老师对吧 对我们就把老外 一个一个优秀人才 我们往中国拉 这才是优秀的女性 你跟她之间的交往 不是增派她出国的时间 而是可能成为她出国的障碍 如果没有你 她可能亚斯托夫就考出去了 可能反而是因为你 她在这多待一年 多待一年 多待一年 反而出国的时间迟了 资料上说 男方给女方 买过不少东西是吗 是 爱马仕 LV都买过是吧 这很容易长 是你主动买的吗 是 还是她要求你买的 没有 我主动买的 没有是吧 我有一个小疑忽 爱情真的可以不择手段吗 这个女方啊 为了获得一个男性的爱 击败其他的对手 说一点小坏话 我是可以理解的 但不至于诽谤 还有一点 她说我口口声声说 我很怕有好多对手 跟我竞争哦 她又那么想让她 到国外去 到国外会有更多女的 宰着她吗 这一点很矛盾 再其次 我又探论一下 这个资料当中 说只要是女方 喜欢的收拾品 她都会买给她 然后我就在这儿想 是不是财色兼收呢 至于她那个朋友 就像陆老师所说的 羡慕气都恨 毫无疑问 女孩都是跟那些小气的 这是我想问你的事 你为什么要对那些 女孩那么好呢 你不知道女人 会嫉妒的吗 我不是只是针对她们好 不是我的个性就是 我对每一个身边的朋友 我觉得大家都是朋友 我就应该对你好 那如果她也跟你身边 所有的男性朋友 都去买药 虚寒问暖 你舒服吗 舒服 舒服吗 是吧 好爽 我就想乐了 我也没想到说 现在谈恋爱要谈的 如此的这个花样欢心啊 那手段还这么多 如果是真心相爱 请平等 如果两个相爱的人之间 没有平等的话 你们谈什么爱啊 你觉得你跟他在一起 你不卑微吗 当一段恋情 有一个人是卑微的 跪在地上去爱的时候 我不相信这段爱情能好 自己想吧 一人信了一本账 想清楚之后 你们自己做表白 如果足够爱的话 我真觉得这是太小的事 如果爱的不够的话 这个事当然比天还大了 来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我们俩在一起两年多了 在这段时间里 你对我的好 我记得很清楚 我也特别感激你 能这么细心体系地照顾我 我也是真心真意地 喜欢你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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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现场还是蛮骄阻的 57.89%的现场观众朋友 觉得他们应该分手 主要的决定权 在他们自己手里 一起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搞不清楚了哈 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 首先不是这一对情侣 我们把这个焦点人物给请来了 来 掌声请出小元的母亲 掌声有请 这位就是小元的母亲 您好 您好 说您儿子读大学您都看着 我觉得这是正常的 因为他从小的 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安排的 您儿子可都22岁了 可能是我以前照顾的太多了 所以他还显得幼稚点 单纯点吧 然后我希望是在我的帮助之下 他能够慢慢地得到锻炼 像谈恋爱这个事 你觉得他怎么在你的帮助之下 得到锻炼呢 我只是说给他一些建议吧 比如说他第一个女朋友 第一次约会就找他要包 虽然钱不多两三百块钱 但是如果说是我儿子送的礼物 咱可以不计较 但是他是要的 他女朋友向他要包 您是怎么知道的呢 儿子说的 这事也跟您说 那天无意中谈话的时候 说起来的 然后呢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女孩 今天要这个 她可能明天就会要那个 那么这个有可能是 人品会有点问题的 于是呢 他这么贪钱 那么我就跟他说 儿子这个可能不合适你 那你见过这个女孩了吗 没有 你都没见过人家 我看过照片 第二个呢 第二个女孩子是个护士 然后虽然长得也还不错 也还很温柔会体贴 但是我觉得他生活作风有问题 他生活作风的问题 你怎么知道的 我找人去打听了 然后他们同事告诉我说 他跟一个医生同事一起 总是一起吃饭 一起回家 总是在一起 反正关系比较暧昧 我不想要儿子以后 娶这样的媳妇 免得他红杏出墙 那您幸福当中 什么样的姑娘 能配上您儿子呢 起码要专一 温柔 能够持家 然后对他事业有帮助 那人家凭什么找你儿子 我儿子多优秀啊 说说你儿子怎么优秀吧 不光舞跳的好 而且他还会评书 相声 快板 还会一点武术 他学什么的呀 他是中国传媒大学的 学什么专业的 文编 电编 播音主持 还是他们现在的表演啊 还是技术 表演 这一个怎么又不行了呢 这个我也没怎么样啊 这个我只是觉得 他是外地的 我怕他以后 把儿子带到外地去 我给儿子安排的好的前途 就没有了 反正这次 我没有过多地反对他 到底反对还是没反对 表面上没反对吧 来 接下来我们把 小元的女朋友请上来 来 有请小美 有请 小美23岁来自新疆 她的学历是粉色 现在的职业是冬冠 有请 你好 你好 阿姨好 分手的原因是什么呀 要跟男朋友分手 两个人在一起 会有很多原因 对 跟她母亲没关系吧 就当时没有关系吧 什么叫就当时没有关系 没有什么 我觉得阿姨是个很好的妈妈 阿姨是个很好的妈妈 去阿姨家吃过饭吗 去了两次 我和小云两个人一起去她家一次 然后阿姨有单独叫过我去她家 阿姨把你叫到她家干嘛去了呢 我就请她吃饭呢 没做什么 因为当时 儿子说的时候呢 我就一直都没有看过她 我就想见见她 所以我就 找儿子要了她的电话 单独叫她到我们家来吃个饭 阿姨跟你说些什么呀 你有没有夸阿姨的厨艺好 你就说个吃饭那点事怎么 你不是职业还公关呢 就这点事你都说不清楚啊 怎么了 好吧 你不好意思说我就跟你说 不就是觉得你进门的时候 觉得你袜子脏 让你把实话给脱了再穿鞋吗 这也不是什么大了不起的事 你老记着这儿是干嘛 是啊 我进去的时候 你让我进去把鞋子换了 我换鞋子 可是你让我把袜子脱了 你那袜子本来就有点脏吗 难道你不穿 你穿那脏袜子 当时我丢脱鞋啊 可是那袜子是我那天才刚换上的呀 吃饭的时候 阿姨总是在那 就是对我说 他说他儿子有多优秀 我儿子本来就很优秀啊 而且有很多女朋友都追他呀 很多女孩子都很喜欢他呀 对啊 我承认他很优秀 如果他不优秀 我就会跟他在一起啊 这里也很高兴 在那么一打追您儿子的女孩的当中 有一个您满意的吗 至今为止暂时没有 姑娘 谈了多久了 我们谈了半年 你爱他吧 可能以前爱吧 现在 还是那句话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会面对很多压力 就是有些压力 我给你什么压力了 我没有给过你压力呀 不是您现在还给毛着你压力呢 还没嫁在你们家 凭什么给人压力呀 姑娘接着说啊 就是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会承受很多压力 有些压力是我没办法承受的 所以我现在选择就是放手 我觉得阿姨是个很好的妈妈 我不想在她们之间就是 造成她们俩之间的一点麻烦 我希望她们俩很好 你看你姑娘挺懂事的啊 大姐 是吧 现在嘴上说的好听 谁都心里怎么想的 人家不就去你家吃顿饭 你就那么凶啊 不是我凶 她 她除了这袜子穿的您不满意 还有什么让您不满意的 居然好心好意 送给我那个带的那个家乡的礼物吧 还带一葡萄干 明知道我最不喜欢吃葡萄干 她还带过来 我不知道 可是当时的时候 我爸妈知道我有这个男朋友 所以说就是精心为我准备的这个特产 是我妈妈亲手做的 所以我送给阿姨的时候 我没有想到阿姨会对着我说 她说就是你大老爷带来这种东西 就是整个地方都能买到 哎呀我又不喜欢吃 然后我就还不是想让你爸妈省钱吗 人家不都带给您了吗 所以在随口说一下 我一搜下了 我没有不搜下呀 所以我就跟你说了 我只是实话实说 我只是跟你说了 免得你爸妈再费钱 不要再做这个事了 这不是 可是阿姨你们好吗 我爸妈为准备这种心意 花了多少心思 您喜欢什么呀 那我喜欢的东西就多了 那您赶紧说呀 作为您的未来儿媳妇 第一次上门给您带什么 您能笑纳呢 没想过 赶紧想啊 你儿子那么优秀 一会儿他们俩分了手 还有人追他 又得上门 别再送葡萄干什么 惹您生气呀 我不在乎礼物的 只要那个女孩的确是可心的 不就行了吗 是您找还是您儿子找啊 我了解我儿子 我心里清楚 他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女朋友 他需要个什么样的 我说了 温柔的 辞家的 然后他还会要能够支持他的事业的 行吧 我知道你觉得有点难 但是这种女孩子 我相信还是有的 不是一定有 地球上没有 火星上也会有 来我们把儿子请上来 那么优秀的这个小园是吧 来优秀小园我看看 妈 你上来干嘛在那啊 过来站这来 来 你把人家主持人的位置 攒了像话吗 没有 他学这个专业的 我给他一展风采 来 你干嘛那么不高兴啊 你跟我说的是 你把他请到家里去 你们好好说话 好好说 我是跟他聊得很好啊 是吧 我跟你聊得很好啊 您真的聊得好啊 那么别吵了 我真的不想看到你们俩这样 我没事啊 我觉得没事啊 你也是 你怎么不告诉我 我能告诉你什么呀 他是你妈妈 你觉得我能说什么 你别回他 说了有用吗 怎么解决 说了 现在说了 怎么解决 说了 兄弟怎么解决 现在知道了吗 不晚 妈你当时怎么想的 我说了我已经大了 我不用你管了 现在你还管我这些事 你以为真的他合适你吗 以前那些我都听你的话了 但这个我真的很喜欢 行兄弟别吵啊 这个资料上面说 你曾经上过求职节目 是吧 对 目的是什么 是真去求职呢 还是什么目的 他就是想摆脱我 让你自己去 对 我身上摆脱你怎么了 你自己去 你以为你成功了吗 你以为你找到了 你影响的职业了吗 但起码 那是我自己得到了一份 那有什么样呢 那有什么用呢 你知道我跟你安排了 什么样的职业吗 我不想要您给我安排 我从小跟他安排多少事情 他要去学事情 我每天的 就男九岁那个时候 他要去学那个主持人 然后小主持人 我去专门的转两道车 每个星期六 坚持了两年啊 陪着你 风里来雨里去的 后来我又陪你到全国各地去参加那么多的比赛 那么多的活动 我知道 我谢谢您 但是 我为了让你成长 我发了多臭的力气 你知道吗 儿子 我这样吧 我说一句话吗 我已经 其实我现在的选择 我就已经跟你分手了 其实我觉得 我希望你跟你妈妈能很好 你妈妈是个很好的母亲 我这是我妈的原因对吧 你还是很喜欢我的吧 我已经不喜欢你了 来你回答我的问题 你回答我的问题 你爱她吗 爱 很爱她吗 很爱 现在选 你给你选谁 我很尊敬我的母亲 你选选选 你要不好意思说 我拿一件事跟你说说 前不久我们看了一个新闻啊 一个丈夫拉着那个妈和媳妇同时到湖里去打鱼 结果还真是妈和媳妇同时落水了 这位先生就先救了自己的媳妇 继而又救了妈 回家之后他爹不干了 爹就对儿子说你为什么不救我媳妇 在这个新闻里你读懂了一些什么呀 我只能说如果是我的话 先救谁 那他还是他 我只能说 你才给他一个最大的难题 没有难题 从理智上来讲 别理智 救谁 哪那么多理智 我会先救静的 谁离我静我救谁 在保证生命的最大的可能性下 现在谁进谁远 我知道他的意思 你这个新闻看过 他也是救进去救人的 这个是一个人的本能 说句实在话 如果是真的发生了这种事情 我比他游泳技术还好 说不定他还没救 我都先把他救上来了 他有您 他真是一辈子的幸福 我们这个命题里是一个 不会游泳的妈生 你认为我做的不好吗 我不认为我对儿子不好啊 如果我妈真不会游泳 我会先救我妈 行 我先救我妈 去吧 去吧 然后 去吧 别然后了 赶紧去了 如果你朋友出什么事 我会跟他同生共死 妈你要跟他同生共死 你意思说把我救上来了 然后你就跟他一块去死 那你对得起我吗 你以为你真的会去救我 你以为我不知道 凭你的性格 我告诉你 你绝对会先去救他 只不过你不好意思说 你以为我不知道 老妈 真的别管我了 好吗 我知道您是为我好 但是真的 我喜欢他 我真的很喜欢他 别是因为这种事 就让我们俩分开好吗 很厉害 可是你知道他现在并不很配你 你需要的是一个专一的 你需要一个是对你生活有帮助的 我照顾你这么长时间 我知道的 你需要一个人 可是那些生活有帮助的 我自己不喜欢啊 我真不喜欢啊 那你告诉我 你会跟他去新疆吗 就算我会去新疆 我也肯定不会忘记您的 你也可以跟我一起去啊 你会带他去新疆吗 如果可以的话 我也可以想着留下 你知道我真的为了他的事业 我操碎了心 你知道吗 我费了老迪劲了 你知道吗 可是阿姨你知道吗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也很快乐 也很幸福 可是你知道吗 你是事业型的人 我也想让他有事业 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 是要有一个有付出的女人的 我想问你的事 你能够 我想问一句 孩子的父亲呢 在家呢 父亲对这件事有什么态度啊 他没有太多的态度 你跟他父亲关系好吗 好的 小莱不可能好 真的很好 我跟他父亲是青梅竹马的 一定不好 你跟他父亲好 你的那个劲儿都不会放他身上的 真的我跟他感情很好 感情那么好 对什么他到北京读书 你还陪他呢 因为我做那个培训的 寄存机培训的教育 我可以全国各地的跑的 爱那个姑娘吗 跟他站一起 二十 妈 我不是我娶了媳妇就不要你了 我不是有老婆就不要你了 我还是一样会照顾你 一样会尊敬你的 我和小美一样会对你好的 姑娘 你敢嫁 还是那句话 我觉得 可能现在就是因为压力 所以我不能够承受 我自己在北京 我自己一个人在这边上班 我突然间听到我同事告诉我 说有人在打听我 说实话 我在北京自己也不太好待 我听到有人这么打听我 我只是谈了一个恋爱 我们先解决基础问题 今天看来不是保卫爱情 是保卫一个人的独立 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丘比特问圈 小美 should run I think mother is a problem 你知道吗 我老公说快逃跑吧 She's never going to approve of you You're always going to be wrong 你永远都不会做对的 这个妈妈永远是问题 And mom You need to let your son be a man 妈妈 你应该让你自己的儿子 真的是去做一个男人 He's going to make mistakes He's going to do the right things But that's how we learn 他会做错事情做好事情 但是这是他成长的经历 我觉得妈妈你儿子 永远找不到合适的女人 如果你这么看着她的话 他永远找不到合适的女人 他得长大 没有哪个能帮助他 喜欢他 又有实力的女人 会爱上这样的男孩 没有 你要让你的儿子 去做他该做的事情 你去决定这个决定那个 你太武断了 我这样子做真的错了吗 我为儿子付出了那么多 你没有错 你没有错 因为对不起 我不是做妈妈的人 我不能理解 但是我就站在 这个女孩的立场上 我就觉得 如果我看见 我找到一个合适的男孩 我见了他妈妈像您这样 我跑 还有您儿子 咱们说说 匆匆 你什么事回家买 买个包你都跟你妈说 难怪让你妈这么管着你 你该的 你该着的 在北京不传媒大学 不是上了几年了吗 这么点独立都没有吗 跟朋友说嘛 非要跟妈说吗 妈妈你别来 我不想见你 真的 我跟朋友们很好 妈妈你别来这住着 我跟我妈妈说过这样的话 而不是因为我不想见有妈妈 我不想她那么操心来回跑 我想问这位妈妈一个问题 你是不是有什么 自己未能实现的遗憾 是需要你儿子帮你来实现的 没有 你可以说没有 但是我认为有 而这种现象 它其实并非是个体现象 有很多的案例 父母 甭管出于什么原因 把自己未能实现那种遗憾 沉淀到自己下一代 他们称之为爱 而这种爱是排山倒海式的 它可以冲垮 下一代的爱情 甚至于亲情 儿子 我教你三个方法 如果你真的爱你 边上这位女孩的话 你任选其一 第一 初级方法 远离妈妈 这种远离意味着你的成年 意味着你的独立 终极方法 不要带着你妈妈的希望去生活 那是她的希望 不是你的 对于妈妈的孝顺 不是体现在我 又牺牲我的爱情 去讨好她们 最高级的方法是 当你妈妈的妈妈 去管理她 设定好一个原则 我可以孝敬你 但是我的边界 你不能触 你不能触动 你先让她能做到第一条就行 像这种男生啊 现在在婚恋市场上 有一个专用名词 叫妈宝 妈妈的宝 妈宝 妈宝是怎么样一种人呢 在婚恋市场上 可以说是人人厌恶 人人讨厌的 而且如果她一代结婚之后 婆婆跟媳妇之间 吵架的概率是100% 离婚率比平常要高30% 这是妈宝在婚恋市场上的问题 然后 我并不会对谁 你不要 我还没说完呢 听我说 做母亲呢 我搞不懂嘛 你老觉得你儿子会吃亏嘛 一个包有什么东西呢 对不对 我觉得她送给她的 就会很正常 有什么不正常的 你知道是人家小公园要的 你儿子送了 说不定人家小公园 只是想自己掏钱买 你儿子主动要求买的呢 这种事情你永远都不知道 你管得太多了 你知道吗 管得太多了 像你儿子这种人 在家庭里面 在老婆里面 就会觉得是懦夫 为什么是懦夫 我从不敢跟妈 她的能力 你觉得吗 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觉得 她是十全十美的 我很想提一些意见 给你这样的母亲 第一个 要把人家的女儿当人看 人家女儿不欠你 她只不过是爱上你儿子 什么都不欠你的 你这一个两个三个 请问你有把他们当人看吗 你的眼里面 除了你儿子是人之外 其他还有谁是人 对不对 第二 不要用自己的标准去选媳妇 不是你选老公 你儿子选媳妇 你儿子选老婆 以后要跟他住的是他 是不是应该让他来选 而不是以你的标准来选 最后一点 我就跟你说 像你这儿子这样的人 你再这么管下去 他会完完全全 变成一个窝囊费 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 觉得他是优秀的 所有人都会觉得他太没用了 为什么 因为他除了妈 后面就是我三次外 什么都没有 请注意我接下来说的话 我接下来的话 不针对于场上任何优秀 我看完之后 我只想说两个字 凶手 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 不是怀着恨意的凶手 而是怀着爱意的凶手 最可怕的凶手 不是一刀致命 而是一刀一刀地折磨你 可怕的凶手 不是要把你杀死 而是要把你折磨成一个废物 而生活当中 有些母亲就是这样 一刀一刀地剥夺自己孩子的幸福 把一个看似聪明伶俐 多才多艺 非常优秀的孩子 变成一个连自己的爱 都不能坚守 都没有勇气的一个废物 生活当中确实有这样的母亲 不懂得尊重别人 自己的孩子是皇子 别人的孩子就是垃圾 在这种母亲的心目当中 只有她自己 才配得上自己的儿子 而自己就是丧送自己儿子的 幸福的元凶 说完了 我不是没给她幸福 我也希望她幸福 哪个妈妈不喜欢 自己的儿子幸福 我们都知道您爱她 很爱 没人说您不爱她 爱的方式对吗 您自己考虑 我觉得到这个程度了 姑娘反正如果我是你 撒腿就跑 今天她爱你 她有热情 她可以这样 明天如果她的热情减退了呢 明天如果你的婆婆 又要跟你们住在一起 照顾你们的收获 也是爱你们呀 你怎么办呢 我对她不可能 爱情不会减退的 你看你又要工作 又要对她热情不减退的 你妈你管不管 你别为难她 我没为难她 我有我的工作 我们全场没有一个人 为难你儿子 即使她不愿意 跟我一起生活也没关系的 我也有我自己的家 没有不愿意 跟您一起生活呀 就是 要不然您别管她了吧 让她自己床床行吗 真的想吗 是的 老妈 我已经长大了 您放心吧 好吧 我会试着放手 试着放手是吧 那您下去歇会儿行吗 我不知道会对你这样 真的不知道 我以为 我以为我待会迷好 我不知道会这样 你自己去吧 嗯 这样就来了 小伙子 要独立对吧 是的 先学会 怎么样表达自己的情感 哈哈哈 应该怎么办 感谢 那您就没有 晚安 晚安 优优独立对 那您这么说 要一定要 все 那人 老爷子 我们 说 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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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竟养了好多年 跟他妈妈吼了几句 之后他妈就是不开心了 对老人没有那种说话的口气 当我摸在旁边我都接受不了 很好的老人了 他就让我跟他妈道歉 我没有错 我没有必要去道这个歉 如果他不可以道歉 我们肯定不会在一起 在你的心里 我还不如你养的那些宠物吗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对情侣 来 掌声有请 男主人公大齐43岁来自北京 自由职业 女主人公小云43岁来自黑龙江 是一位私营业主 来 有请有请来 欢迎 欢迎 您是黑龙江人 对 居住在天津 对 我是北京人 现在在哪居住呢 我现在在天津 资料里说您是一个自由职业者 对 做什么呢 日语翻译 跟那个外企啊 有那种的一个合约 如果说是对方的公司 有一些需要翻译的情况 我可以随时去那个公司 在日本留过学 留过学 我在日本18年 那在日本的18年 没在当地找一个 找过 但是后来也是分手了 毕竟还是希望在国内嘛 比较自由一点 两位相恋几年了 我们从2009年开始认识了 到天津是2011年 那就等于大骑士奔着 人家来的对不对 是的 那你家人对你来天津 有什么意见吗 开始不同意嘛 反正也禁不住我的魔 就是跟父母啊 商议 毕竟天津和北京也不远 也就动车27分钟 自己开车的话 也就两个多小时 已经就到了 在天津住哪啊 我是自己买的房子 问一特俗的问题啊 在咱们的眼里 您那岁数就不小了 是 而且两个人感情又那么好 为什么没领结婚证呢 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俩出现一些矛盾 就是他妈妈突然 夹到我们生活当中 开始是过来玩 后来就没走 跟他母亲之间的冲突 主要是什么 我自己啊 比较喜欢养小动物 我自己养了 从小开始养了一只毛蜘蛛 他妈妈来了以后 我都关照他们 我养的东西 您啊 尽量别动 后来有一次 我回家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 装蜘蛛的盒子呀 被放在阳台上晒太阳 结果蜘蛛死了 我特别生气 作为我来说 养这么多年了 我自己心里啊 特别难受 所以说 语气啊什么呀 比较激烈一些 她说话特别难听 声音特别大 她说 你别动我东西 这东西你不知道怎么动 你为什么动它 你看都把它晒死了 我母亲当天就走了 因为我不在家嘛 我去店里工作了 我母亲到火车站以后 跟我打电话说 她走了 我说你为什么走啊 她就把事情经过跟我讲 我妈我打电话说 她已经哭了 这么大年纪 她连追都没追 对吗 你去追着我妈 你把她喊回来 我心里还能舒服一点 对不对 她连追都没追 连问我也没问 我呢 本来是想出去的 因为 她妈妈这个人吧 就是来了这么长时间了 跟小区 那是你自己的想法啊 跟小区的一些老人 关系数得特别不错 我以为呢 就是说 哎 下去找老人聊天去了 或者是诉苦去了 还是怎么着 我当时手上还有一笔翻译的工作 我想弄完了以后再说吧 我就没往心里去 之后你也没跟她道歉是不是 我跟她解释了 哦 你那种解释 我接受不了 那我问问啊 就是她是不是一个特别喜欢静的人 你见过宅男吗 我没见过 我听说过 假如一个男人 能十多天不下楼 你相信吗 怎么会十多天不下楼呢 我不信 那就问问她 她能多少 她十多天还不下楼 是经常事的 已经是 是这样的 我呢 跟我的生活和经历有关系的 我以前在日本上学呀 为了生活 打工 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 过的都是那种 特别紧紧张张的生活 我就经常想 如果有一天我回来了以后 我再也不要过这种日子了 其实我是过怕了 也过腻了 我就想 如果说是回来 我一个人能在家里 对着电脑 我喝口茶 我羊羊小动物 所以说你就觉得 年轻时候都苦过了 现在我终于可以 给自己做主了 对 那你十几天不下楼 你吃什么呀 我在那个网络上买 最懒的情况下 就是 怎么说呢 连糖和盐 我都在网上订 给自己送了 我以前都喜欢 她这人挺文静的 我没想到 她能这么栽 将近三四年的时间了 没陪我看过电影 没陪我逛过街 没陪我吃过饭 一出去 就说外边的空气不好 外边的太阳太晒 外边的人又多 都是各种理由 你说错了 我陪你逛过一次 我都逛过一次 住不起来了 那你行不错 你就逛一次 当你母亲来的时候 你就没有考虑到吗 一个十多天不下楼的 一个成年男人 跟你母亲在一起 难免会有矛盾 当初叫天爷来旅游的时候 只想待一个身 我叫母子 自然然就会走了 但是我觉得母亲 挺不容易的 八五三 孩子拉扯大 我父亲去世特别早 我将近七十岁的人了 我现在我有条件 我有能力 想要叫我母亲 把那些生活过得好一点 我就说话点 有可能自私 但是我想叫母亲 生活好点 我没有错 那你现在有什么要求呢 必须向我母亲 赔礼道歉 我必须和我母亲 生活在一起 如果她不同意呢 不同意 那就算了 我肯定是不会到的 因为这些事情 我没有错 我感觉 我假如对你母亲 那么说话 你心里怎么想 你妈妈会怎么说 你妈妈心里会舒服吗 都是有父母的人 对不对 你那种态度 已经代表了 你就不喜欢 母亲在这 跟咱们在一起生活 我确实是不喜欢 您不知道 她呀 平时都是早出晚归的 这当中的 都是我跟她母亲 等于生活在一起 她母亲呢 就是比较 闲不住的人吧 经常把楼底下的 老太太们叫上来 一块说话 一块聊天 而且声音特别大 我觉得这种声音 特别刺耳 那她母亲来了 你应该吃得好 至少不用在网上 订那些东西了 还不如我在网上 订东西呢 为什么呀 口味不一样吧 我比较喜欢清淡的 就是多一些蔬菜 少一些肉 她妈妈做的那些菜 都是好几天都一样 什么乱炖吧 那种我也刚知道 是乱炖 东北人都喜欢吃乱炖吗 还有就是 我屋子里修了一个榻榻米 专门喝茶上网用的 她母亲呢 去榻榻米上 她也不换鞋 就直接上来 而且还用那个条住啊 经常去扫那个榻榻米 脏东西全嵌在里头 我实在是说不得 她也是为了减减我的生活 负担生活压力 你在家出了上网 看电视喝茶 你还能干别的 你这么多不干 我当然看了 首先我在网上做基金 炒股票什么的 我还可以 家里没东西了 我可以订货呀 她提你的订货 你算了吧 你当时跟她好的时候 看上她什么了 我觉得你们俩简直就是 两个世界里的人 怎么会好上了呢 这不就是 岁数这么大了 家里呢 也是催促 就是 你赶紧的成家立业 你该怎么过就怎么过 我们老家也就放心了 后来接触接触 觉得挺好的 也不像现在这么厉害 听明白了 你们应该听得很明确了 我们一起进入 今天的秋皮课问卷 马老师是不是一边听一边 还在给翻译呢 我个人觉得我在情绪翻译的 因为我是站在女房这一边的 其实我老公刚才说了 那你不喜欢吃 那你自己做啊 那你做给他妈妈吃啊 你那么大人了 对不对 是我做的 我做的之后 他母亲也不喜欢吃 你想你43岁了 你在日本的生活 你不喜欢 到这的生活 你也不喜欢 那你觉得哪喜欢 如果你都不去配合别人 你都不为了爱谁 去配合别人的话 你怎么能好好地生活下去 对我老公说 他可能不能说的更多 说你们俩应该怎么改善 但是他就听到这些 他觉得唯一你们两个 能在一起的方式就是 你妈妈来 然后你要改变 你也要适应一下正常人的生活 你太宅了 但是您可能不了解我呢 我首先作为我来说 我是为了他放弃了北京的生活 也等于说也放弃了我父母 我是跟他到天津来 过二人世界的 如果说把他母亲给接到这来 是不是我作为他 我跟你说人活在这个社会上 你是有责任的 你爱一个人你只爱他 你不包容他的全部的话 这不叫爱 我听你前面说的 我并不觉得你爱他 你只是因为说你岁数大了 然后爸爸妈妈家里给你的压力 我觉得你是因为压力 才会找一个人在一起 这些也许都是 没有亲身经历过的 都是一个传说吧 相信我 我经历过 我也告诉你 如果你那么自私地活在 你自己的世界里边的话 你真的不需要一个恋人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可以接受他妈妈 他跟我回北京带着他母亲 我可以在小区外头给他租一间 离我们很近的地儿 那为什么不能在天津呢 家里就我一个孩子 我也要对我父母有个交代 我也得照顾我父母 爱情的艺术在于 在爱的作用下 你退我进我进你退 相互呼应 妥协包容的这么一个过程 先说男方 男人养宠物 这是一个双刃剑 第一 说明你内心善良 柔软 但是非常的自我 你可能很顾家 对吧 你宅男 但是呢 你就缺乏参与性 而女方呢 可能需求是那种热情共振 然后一定要宽容大度的这种男的 所以说 如果你要跟他永远在一起 甚至结婚的话 你就需要摆明一个态度 要会妥协 要会宽容 如果连这个态度没有的话 那你们的爱情一定会亮红灯的 女孩在舞台上 这几十分钟以来 我看到一直是你在 咄咄逼人 叫他一步步把我逼到这个位子 他经常说我大男子主义 其实现在在台上的人都应该看出 他有点大女子 你在日本什么都没学会 就学会这一点大男子主义 大家假如说倒杯水 夫妻之间说很正常的 你去给我倒杯水 他总是用命令的口气 你给我倒杯水去 那种感觉一次我能接受 两次 天下日游我根本就接受不了这种状况 你知道吗 可能您说 说话总是命令的口气 我们都认识好几年了 如果在家说 请您给我倒一杯水 可以吗 如果用这种话说 是不是很骗你 是的 你可以这样说老婆你帮我倒杯水啊 他为什么呢 他总跟我就跟日本女人去比 我根本就不符这一点 知道吗 我不是女人 我就跟过人 他说日本女人怎么怎么的 日本女人在行你怎么能带回来呢 我也会温柔 但是他这么说话我就接受不了 那不温柔一个给我们看看吧 温柔一下 我觉得我能撑起一边天吧 我不希望就是说 跟我在一块的女朋友也好 老婆也好 你能撑起一边天吗 你连外的天气都不知道是怎么样 你十多天不知道 你怎么撑起来啊 我不希望他呀 再经营他的这个小破店 什么叫小破店呢 哪有那么说话 那是我自己喜欢的世界 你什么都不放弃 你们俩现在还是在互相的潮 其实你们俩要问心自问 都是有问题的 女方你知道你自己的问题吗 像你说的可能是 内在的比较强势一点 你有没有问题 有吧 是什么说出来 我还真不知道 那你还是没有成立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我也是个宅男 我跟你一样宅 我可以十五天不出门 出来之后发现 然后我进去的是春天 为什么出来是夏天 对宅男的这一套 我非常的清楚 我很早就跟我父母 就搬出来住 我跟带着我的狗 每天在家 看看书喝喝茶 逗逗狗 对 这种生活是英国一样的 很好 最害怕什么 最害怕家里多个人 宅男是独居洞 你是希望我进到什么程度 就没有任何声音来打扰我 就让我安安静 把这事情做完 但是东北人 她是群居的 她喜欢一群人在一起 嘻嘻哈哈 对 刚刚就跟你妈一样 喜欢跟邻居打交道 喜欢有客人 对不对 这是两种不同的家庭文化 形成了冲突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女士啊 我觉得你应该有一些感恩的心 还没有结婚 就先给你买好房子了 她放弃北京生活 放弃北京父母的在身边 就为了你的工作 就为你一句话 哗就来了 你说你带你妈来住 她就让你住了 她对你已经付出了很多了 这点我承认 你必须要知道 她为你付出那么多之后 她现在已经被你逼入最后的底线 所以她才会有这样的爆发 我建议你有一些妥帖 把老人接来尽孝是对的 但也要有一定的隔离 也就是不一定要住在一起 你刚刚说了 婆婆跟媳妇之间会吵架 女婿跟姜母娘之间还是会吵架 我觉得之前她说的方法很好 租个房子 你们是一个单独的小家庭 是吧 你妈有一个单独的地方 她爸妈也有个单独的地方 给她留出一定的空间 陆老师 陆老师说完之后 改变了我很多的说话内容 我才意识到这个生活当中 确实有这样一类人 以前我们认为 如果一个人的生活 只有衣食住行 一个人就够了 但关键我们还有爱恨情仇 所以说人必居是群居动 宅没有问题 但不能脱离社会 就像陆琪老师也在十五天 在家里面 但他一直保持着 跟这个同事之间的联系 你个性孤独没有问题 但问题是 你不能在孤独的情况下 你喜欢去支配他人 刚才在清道南方的话语当中 有两个关键的地方 再问一下你 刚才找老师问你说 一个人生活就够了 你干嘛要找一个人呢 你的回答是 家里人催得紧 让我感觉到是 你根本不需要这个人 只是因为家庭组成模式的方式当中 你要一个这样的人存在而已 你并不爱他 确实有这种想法 你并没有对爱情迫切的需求 是不是 是 你不需要这样一个人 第二 你说我没有必要向他的妈妈道歉 如果他的妈妈不是他的妈妈 你当然不需要道歉 问题他是他的妈妈 所以说生活当中 没有是非对错 只有情理相容 但是您说的这个宅在家里 跟社会脱节 我这一点不认可 因为我是上网 一网在手 是走遍天下 都不承认 我说起的跟社会脱节 不是说不了解这个社会 而是只逃避与他人的交流 一包盐一包糖 都要在网上买的人 他是多么讨厌 那种家长里短的 那种沟通的生活 所以说从你的生活模式当中来说 你真的不需要哪个人 而且如果有哪个人 走进了你的世界的话 那我想这个女人是最惨的了 因为她走进了你家庭的世界 却永远走进不了你的内心深处 另外我说一下女方 你跟她有一样的毛病 喜欢支配他人 你喜欢支配别人 帮别人做主 帮别人安排好所谓的生活 除此之外 陆琪老师所说的要 学会感恩也是必要 欢迎宅 我再说两句啊 贾先生啊 我也是一个非常宅的人 我跟你之前应该有很多可以沟通的地方 我在大概五六年前的时候 宅到真的是半个月 一个月可以不出门 然后后来我发现 我跟社会真的是脱节的 当然我跟你一样 觉得有网络在手 每天QQ啊 或者MSN啊 很多人都可以交往 但真的是不一样 当你走出门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话都不会说 你必须要跟人学会怎么交流 既然要学会怎么交流 你就必须强迫自己 有一定的时间出去跟人做一些沟通上的事情 问题是 我是想出去 我在天津谁也不认识 就我一人 我出去了 你不会主动的去与他人交流 这两天我也试着宅了一下 我有三天没出门 是最长的 我在微博上写了一首诗 我说老婆回长沙 天天宅在家 顿顿叫外卖 地也没人擦 整个一刻就感觉 我就活不下去 你知道吗 就身边没有这样 一个人转眼就活不下去 其实习惯是一种毒害 如果真正习惯了一种家庭生活的话 你也会依赖于这种家庭生活 人并不是绝对的 今天算是小概率事件 但是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 在我们生活当中 就有这么一群朋友存在 他们有自己独特的一个视角 有一个独特的世界 没关系 每个人按自己的方式去生活 但是你别影响别人 这样想你干嘛招人家去 你招他干嘛呀 开始嘛 不就是认为两个人在一起 挺开心的 也只限于刚开始 那你愿不愿意 就像马老师说的那样 为此而付出一些东西呢 我可以付出 但是按我的说法来付出 我愿意做 那行 我老公有一个问题 我只是说 我只是在一个预备 所以可能我会明白 25% 但是是母亲的问题吗 你们其实爱一样 和喜欢一样吗 这个妈妈真的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吗 就你们真的爱对方 真的需要对方 是因为爱吗 如果你们两个真的爱对方 如果你们真的愿意相守在一起的话 这应该是很小很小的问题 那现在的问题其实就是 你们真的爱对方吗 需要对方吗 如果真的不是那么需要 不是那么爱 那我们站在这 只是为了两个人凑合在一起 那何必站在这呢 当然是爱了 如果不爱在一起干什么 加长里短没小事 您知道吗 我当然知道 我跟你说 爱是最重要的 就像我刚刚 我说了 如果爱的话 这都是问题 如果爱的话 你应该会追出去 而不是你说 我完成我的工作 再去解释 不是这样的 如果爱的话 你应该追出去 追她的妈妈说 说阿姨对不起 我臭您嚷嚷了 但是 我并不知道 现在你知道了 为什么了 那你现在可以 向她妈妈赔你道歉吗 说阿姨对不起 我错了 我可以 我可以 把我这个错误的态度 可以 你必须 不是说可以 你必须要 因为我觉得这是 一个尊重的问题 你自己去想 能不能因为爱 像马老师他们说的 因为爱 所以我们做宽容 你的宽容手段是什么 让步是什么 您也同样 因为爱 我要宽容什么 来一起进入黄金六十 来 这样吧 就两个条件 第一 咱俩在天津 过二人世界 第二 带着你的妈妈 跟我一块回北京 咱们过日子 在我同宿的小区里头 租一套房子 给你妈妈单独住 我随时都可以去照顾 我的父母和你的妈妈 第一点 我肯定会跟我母亲 生活在一起 第二 因为在天津 有我喜欢做的事情 有我喜欢的事业 我跟你去北京以后呢 我一无所有 我想我会去北京 来亮灯吧 北京 天津 真是这么重要吗 我就用一个数字来说 我从北京到天津 半个小时 我在北京工作上班 然后我从家到公司 单程一个半小时 你觉得真的 距离就是这么重要吗 在天津 有我喜欢做的事业 我不想像别的女人一样 衣服在男人身上生活 不是 你反了 你可以住在北京 因为在天津 有你的工作事业 这个氛围都没有问题啊 其实最终的条件 已经听明白了 对您来说 仔细考虑考虑 现在你所做的 你所拒绝他的 恰恰是他已经 为你付出的事情 我觉得他太 他没有伺候他的父母 来了天津 跟你在一起 他也把北京的工作 都扔掉了 他也为你付出了很多呀 所以你仔细想一想吧 来 两位请 来 请关门 听来听去 这才听明白 就是觉得心里不平衡 要不然就二人世界就说 我不要爹妈 你也不要 要不然就是我们两个人 都要爹妈到北京去 各位请拿起手里的表决器 就他们现在这样的状态 他们现在这样的观念 你们觉得他们是分开合适呢 还是祝福他们在一起 你们觉得更理想呢 来 各位 请选择 现场有88.24%的观众朋友 不是很看好 一起来数五个数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来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这是谁做让步了 你让步了 让步了 怎么个让法 我非常感谢他 这么厉害被我的照片 他为我护生这么多 我也应该做出牺牲 那你牺牲啥呀 牺牲啥呀 牺牲我得自意 行吧 这事闹完了 你怎么会有哭啊 兄弟 激动的 我 我没有想着 受惩了 那你为什么出来呢 我只会想看看他在里面 他的这种让步 你愿意取人家吗 真的 我都看到 我都看到 电脑脸上的惊恶 真让步了 那你刚才说的 你应该是没有 自尊心在国外 你别觉得 好像岁数大了 离开他就不行了 还是你不信 你怎么说的 还有感情在里面 真有啊 来吧 两位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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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有请有请 感谢杰丽雅 为本节目嘉宾 订婚提供的这个 订婚礼盒 感谢天津东尼佩迪钻世 为本节目嘉宾 提供的钻戒 来 让我们一起见证 这个神圣而浪漫的事 又是人家主动 让你轻他 说让你轻他 不是他 开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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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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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不好意思 他好羞涩 都不好意思 轻他 行 你把你们东北人 那个火辣辣的热情 就火辣辣对他吧 谢谢 谢谢 谢谢啊 谢谢 接下来就是 今天的杰丽雅 爱情保鲜记的时间了 找对象呢 就好比是买股票 在你准备投入之前 一定要仔细地去甄选 选择那些 有发展前途的潜力股 或者是财报好看的 既有股 但一定不是买彩票 希望一下 沉重之后 发达一生 爱情是一种 豁免权 如果你爱上一个人 那你会去原谅 他生活里面的一些 小错误啊 一些小问题啊 甚至是一些 别人都无法忍受的一些东西啊 你都可以把它给豁免掉 如果有一天 你觉得自己原谅不了 只是因为你没有爱 你有三十六记 我有七十二遍 你我都非等闲之辈 彼此却从未收获真爱 有招有数的爱情是算计 没招没数的爱情才永恒 感谢现场的观众朋友 感谢我们的老师们 感谢杰利亚 对于本节目的独家冠名播出 还要感谢海伦凯乐眼镜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当然还要感谢电视机前陪伴 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 还是要提醒您 从八月份开始 爱情保卫战 每周四和周六晚间 双天播出 欢迎大家的收看 谢谢你们的陪伴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谢谢老师